阿里巴巴自己大家觉得今天的阿里巴巴 其实过去18年阿里巴巴至少经历了无数痛苦的转型和升级 无数次痛苦 今天的阿里巴巴绝不是18年以前 今天的阿里巴巴也不是一年以前的阿里巴巴 我们已经做过了内部看看都非常之艰难 我记得有几次的转型 转型一定是痛苦的 转型一定是痛苦的 前几年大家在讨论 我记得九年前我们那部最讨论最坚力的一次决策 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公司变成数据公司 因为我们认为未来是云和大计算数据 这是九年前的讨论 另外一种我们抓住移动互联网这一波 把自己变成移动搜索 移动社交 特别是社交 社交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一定会赚钱 而且社交会快速成功 但是云计算大数据 基本上我们三十年都不知道他怎么挣钱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趋势 这是今天可以赚钱 那你要第一要不往未来走 一种是往未来十年走 一直往未来二十年走 我们最后决定选择的路径 往未来二十年三十年走 但这个决定最痛苦的就是说 第一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挣钱 第二你即使做了这个决定 你都不知道会不会活下来 只有全体的统一财政 后来出现了整个移动社交啊 移动各种应用出来以后 有没有痛苦过 当然痛苦过 这个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选择了未来就毫不犹豫 只能这么走下去 至于到今天为止 大家对云计算大数据啊 有点感觉起来 大家觉得这是个趋势未来 我们呢是在九年以前做了这个决定 今天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但当时这个决定是积极致痛苦的 还有一个决定是五六年以前 大家都开始往都在PC上面做电子商务 突然我们认为这个移动互联网 手机做的时候 这个购物变成一定是个未来 那时候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移动手机购物 只在整个购物过程中不到百分之五 但你如果不做这个决定 可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也许真不忘PC走 而且不忘移动手机走 但我们的感觉一定从PC走向手机 但当时我们内部讨论的过程 这个手机这么小的屏幕怎么购物啊 大部分的认为手机太小 不可能成为电子商务未来购物的趋势 后来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 这一定是未来 因为年轻人并没有觉得手机屏幕小 是我们这帮老头子认为手机屏幕小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 这个痛苦终于是值得 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相信你也是一个有梦想不甘于平凡的人 我是互联网创业的先行者 凌云教练 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 你在玩手机电脑的同时 有没有想过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创业 实现有钱有闲的生活呢 我们已经帮助了很多80后90后 还有50多岁的网王大姐 甚至还有残疾人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买房买车 实现了有钱有闲的生活 如果你也渴望成功 那么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微信是33178695 33178695 了解不会失去什么 但拒绝了解可能会错失两机 谢谢 all in无限 今天在双十一 近90%的交易量在手机上显现 所以一旦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是截其之痛苦 在走的路上也是截其之痛苦 所以各位你想好了没有 第一 今天从传统经济走向数字经济是必然 你选择也得走 不选择也得走 但是关键是怎么走 我相信今天已经不需要说 我要不要走向数字经济 我相信绝大部分已经达成 我必须往这个走 但是怎么走 刚才我觉得 华为那个同事讲得非常对 领导力 第一要改一把手 你说改个改个 改了半天都改下面的人 不改上面的人不行 脑袋不辨是不行 你只有一把手 领导的改变 领导的升级 领导力的升级 企业一样 你小企业的时候 没问题想各种各样的招数 你到企业定大规模 超过一万名员工 超过一百亿收入的时候 这个领导者一定是必须升级 进阶很高 你进阶高 未必做得了企业 做成大企业 但是你是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者 你必须进阶高 因为你必须思考的 我们经常讲 赢在细节 输在格局 大企业一般都输在格局身上 因为大企业的事情太多 你必须站得高 看到什么问题是今天一定要跨过 什么问题可能是明天跨不过 所以这些的优先级才是领导力 第二人呢 组织要变革 很多人说我战略变了 但是我组织没变 依旧是张三 李斯盖 所有的部门都变 我跟你讲 这永远停留在大家是学术讨论上面 我们今天看见 经常有人各个部门 从政府到机构 到所有商业都讲 我们要改新 我们要转新 我们要升级 第一领导没变 第二组织没变 都瞎扯 第三 我们愿景变了 我们不断地review 未来三 原来我们判断 实验是这个样子 这个未来有 会不会有变 如果愿景变了 组织必须变 领导力必须是提升 只有这样去思考 我相信 我们才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生活都已经被 移动互联网一网打尽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低投足 2015年底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 全球网民人数逼近40亿 中国手机网民达7.8亿 2015年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 为16.4万亿 增长22.7% 2015年双十一 天猫实现交易额 912.17亿元 其中无限交易额 为626亿元 占比高达68.67%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 购物有淘宝 旅游有协程 出行有滴滴 本地消费有美团 郊游有微信 我们成就了无数的互联网大亨 但你希望互联网也成就你吗 如果能让您有机会借助网络在您玩手机或电脑的同时 玩出一份不错的收入 您想要吗 现在不是钱难赚了 而是赚钱的方式变了 如今互联网时代 你是否想过让手机变成我们赚钱的工具 如果你目前很迷茫 找不到赚钱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视野机会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 人到哪里 钱就赚到哪里 让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可以玩出不错的收入 在这里有人交 有人帮 有人带 没有风险 没有压力 想赚钱加雄伟教练微信 7100-28057 7100-28057 真正的精彩 在后面等着你 有可能 至于另外一点 什么叫新经济旧经济 我自己觉得 新经济是短暂的 未来 我刚才同意 WF的朋友讲的 就是什么新经济旧经济 最后就是经济 此时此刻称之为新经济 我们讲的新零售 新制造 新技术 新能源 新金融 是在这几年内称之为新 过几年就是老了 过几年成为所有的变局 没必要提出新的概念 是希望大家记住 我们今天面临这么一种挑战 这么一种机遇 你必须改变自己 衣服今天行明天就旧了呀 企业也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希望大家要记住 我的看法是 人人人都需要升级 但未必 所有的企业 一定要进行 那么另外呢 我想分享 这个几个 几个观点和看法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我认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今天我们国家很容易 我们国家很多事情 把它对立起来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是一个货币的两面 不能讲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就不要发展虚拟经济 什么是虚拟经济 一般饭同讲金融为虚拟经济 我们国家要发展实体经济 但一定要发展好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 我们过去不是 是发展的不好 不完善 而不是不要发展 这两个千万不要对立起来 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金融更离不开实体经济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过多 要发展实体经济 但是把那个忘掉了 我们国家的虚拟经济 尤其在金融领域里面 是发展的太不完善 更要进行发展 只有这个样子才是正常 第二发展所谓的实体经济 又把它统一成之为制造业 实体经济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服务业 服务业和制造业 也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像中国14亿人口 没有现代服务业 我们怎么解决就业 大家挖空心是在讲 我们要大力发展制造业 制造业接下来的趋势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ins 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主 今后制造业不解决就业 就业会越来越少 我们的就业到底该去哪里 如果我们的技术 为技术而技术 为先进而先进 让很多人是去了就业 让很多人不知道茫然的时候 我们社会真出问题 要真正做好的事 这帮人出来 转型出来的该干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 首先要发展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而且美国的制造业 我昨天强调了 美国业欧洲很多制造业的先进 是因为他们把低端制造业 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进行起来 美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在金融体系 在其他的高科技领域 起来以后 因为它的制造业会越来越高端 所以制造业越高端 首先要建立强大的 现代服务业基础 更何况 未来没有纯制造业 没有纯服务业 未来的制造业 一定是服务业 尤其到了IoT时代 你的纯制造时代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服务业 一定是制造业 我昨天也讲过一个例子 你说海底捞 到底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海底捞 大家都认为它是服务业 我认为它是个制造业 它从火锅料的采购 大家拼成各种 一路切一路拨 一路刷 其实只有服务业端上来那一刻 它是服务业 你说BAT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我们是制造业 我们是制造了大量的数据 处理信息 制造过以后 跟别人去分享 所以有的人说 我只做服务业 我不做制造 以后 我只做制造 又不做服务业 我觉得都不靠谱 我们要去思考 用辩证的思考 看未来的形式 判断